2016年梅姬颱风过后 曾经获得全国精英杯建立赛冠军 绝众选手林姓少年碰巧在一间的国中练习 被教练带去协助校方搬运导树 但过程当中他是遭到树给压成瘫痪 提出国赔2000多万 经过一审败诉及二次上诉 如今更一审视宣判 校方应该要赔偿1633万 全案还可上诉 讲到孙子忍不住与待耕业 一场意外证明藏获全国精英杯建立赛冠军的举重选手 生活全虚靠人照顾 经过五年多的求偿 如今终于判得1600多万的赔偿金 不说几百年 不过我也是爱赏为小孩的政党 我可以多多久 2016年没击台风来袭 校园内树木倒塌 学校总务主任就请教练 将正在校内练习的另一间学校举重队 带来协助搬运导树 却不料林姓少年凿树木 崖竹身体 雄嘴骨折 终身得靠轮毅才能行动 我没有想过说 跟我的国中的母校这样一直 双方这样高 事后林姓少年提出国赔 包含医药费 看护费等 向两间学校酬长两千零七十三多万 但桥头地院认为少年就读学校 属于私立学校 教练不是行使公权力判败诉 上诉二审虽然有反转 但少年认为金额太低再上诉 更一审宣判学校应赔偿一千六百三十三万元 其实这笔钱你看我都已经从十六岁 现在都二十一 二十二了 等判决出下来 我们再跟委任律师 还有我们的上级单位再来演绎 目前校方将会再次讨论是否上诉 不过少年状况处处需要钱 阿嬷又已经年迈 只能期盼事件早些落幕 让窘迫生活得以舒缓 记得天文王一宇高声藏活动 我们再次讨论是否上诉